鐵扭聲音就是要力打通膨 美國FED主席鮑爾在當地時間 20號宣布升息一馬 美國立刻反映失望性賣壓 道�管的指數暴跌530點 標普500指數跌幅達到1.65% 那斯達克綜合指數 则是下售1.6%全面收低 今年应该在5月份 就会是最后一次的升息 整个行情慢慢就是要回归到 由基本面就是所谓的景气行情来衔接 美股震荡不过台股23号开低走高 早盘一度跌破60点 失守15700点关卡 后来持续走高 态势强劲 甚至一度冲上15882点 从年初到目前为止 外资的操作还是看着国际股市的动向 尤其是美股的多空格局 来进行台股的买卖策略 不过内资倒是操作非常积极 台股热络最近几档股票开放抽签 吸引投资源争相参与 加则价差249元 预期获利最高 24号起开放申购 已经结束申购的瑞胜光店 价差也有60.5元 排近期第二 东沿信抽加差24.7元 加差第三 另外24号开放抽签的股票还有信仓 挂牌成销价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参与的申购价是 跟市价有明显的价差的时候 这个红包钱就会吸引民众 尤其小资组想要积极踊跃参与筹签 台湾央行萨五也将召开理事会 讨论是否跟进美国脚步调整货币政策 对于台股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华士新闻传一年王世凯台北报导 嗨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士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